大家好,我是小琪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水仙花 它是属于小型水仙 它的种球并不是很大 开花也并不是很大 但是是黄颜色非常的漂亮 开花的时候像一个小围裙一样 所以它叫做围裙水仙 它比我们普通的水仙花要好养 因为普通的水仙花买到栽培上开花了 开完花就扔掉了 它明年不开花了 这个水仙花呢 它是栽种上以后长长叶子接着就开花 开完花以后还能够明年继续开花 而且它底部还会不断的沸生小球 一颗就能够变多颗 用小盆栽培就可以了 今天呢给大家再说一下栽培的方法 我呢是用这种小黑方 这个盆是比较小的 然后直接在底部加上土壤 直接将它均匀的摆放到里边去 一定要流出尖息 因为它会沸生 边上会沸生小球 流的尖息小了以后 挤在一起到了明年 您还要再次换盆 这样直接摆上以后覆盖土壤 要将它顶部漏出来 因为它顶部直接长长就会长叶子 然后呢直接给它浇透水就可以了 围棋水仙跟水仙花一样 它是在冬春季节开花 现在栽种只要温度不低于10度就可以了 把它放到太阳光底下去 盆土干到一半 及时的给它浇透水 肥料选择零元素含量高 其他元素也不缺湿的 一个月给它一到两次 它就能够正常的生长 正常的开花 它是属于休眠的品种 一般在春季的时候 叶片会长得比较繁茂 它会继续生长 而且底下的种球会不断的粪生 等到夏季就会自然枯萎 我们只需要去把它放到一个 阴凉松松的地方 去保持盆土干燥 它会直接进入休眠状态 并且去分化花芽 等到秋季来临 温度低于30度了 我们再去浇上水 它接着就能够长新叶子 就能够继续观赏 而且是多棵一起长叶子 多棵一起开花的 非常的好眼 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去入手一下 这就是栽培的方法 学会了 别忘了给小鸡点个赞 点关注再走